对于探索外太空来言,人们一直享有足够的兴趣,尤其关于火星的种种热闹,更是凑得乐此不疲,火星模拟基地,最近也成了热门,但是可以在地球上建一个模拟基地,也能先在地球上体验一下外星生活了,正先建火星模拟基地,都需要啥条件近些年,对于火星的研究探索甚至大过了对人类对月球的关注度。 在客观条件下,火星是和地球的生存环境最为接近,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外星球,人类开始筹划着各种能够登陆火星并在那里生活的对策,那么火星上真实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呢? 火星为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,按照距太阳游近极远的次序为第四颗行星,由于火星上的岩石,沙土和天空是红色的,火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火红色星球,这也是它的中文名称的由来。 但事实上,这颗红色的星球却异常寒冷和干燥,尽管如此,过去三十多年,科学家们已经发现,今天的火星曾经有过火山活跃时期,存在流星撞击形成巨大隐石坑,以及瞬间洪水冲刷的痕迹等。 火星上另一个奇异特征便是每年都要刮起一次,让人难以想象的特大风暴,地球上的大排风,风速是每秒六十多米,而火星上的风速就高达每秒一百八十多米,大风暴有时可以席卷整个星球,是火星大气中独有的现象,整个火星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,都笼罩在万天飞舞的狂杀之中。 那如果要在地球上某些事宜的地方建一个火星城,满足人类的想象,具备什么条件才是事宜建火星城的地方呢? 中国将首个火星模拟基地洛湖在青海省海西州大彩蛋红崖地区,这里被视为中国最像火星的地方,拥有典型的亚丹地帽群,其独特的地形地貌,自然风光,气候条件等多方面条件,享用一百年时间到火星上监督,成为在外星球探索中的领先者。 初步的计划,模拟火星上的生存条件和生活,而迪拜似乎拥有这样的天然优势,其沙漠环境和火星有极相似之处,土地也很贫瘠,火星城就将建在迪拜附近的沙漠中,占地约一百七十六万平方米,耗资预计一百三六亿美元,约合九亿元人民币,为规模为全球最大,穹顶式建筑,科幻感强烈火星城建成之后,阿联酋的计划中,他们将分别被用作农业公园, 回动公园和研究中心,水,农业测试等进行研究,从公开资料显示的建设计划来看,也就是这五个原顶型建筑将持续三十年,而建立第一个穹顶建筑就需要用去十年时间,听起来这个时间有点漫长,为什么会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呢? 一来可能是火星城,十二是配火星上的苛刻条件,用较久的时间去验证这座穹顶建筑的可行性,二来则可能是除了穹顶建筑,建筑内部需要建立生存生活空间,还将 的 случае,我们可以写计划出来的, Room数5, organized收幕提供空间, 好的基本上,假设计划清楚!